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进转全球 我是黄胜凯 今天台股重挫了341点 跌幅超过了2% 最主要就是受到美股前一天大跌的影响 现在美国缩表中国疫情加上物额战是三大利空 直冲着科技股而来 专家分析在联者会启动缩表之前 全球资金大退潮这一波的跌势恐怕看不到镜头 美国联准会中国俄罗斯导致股市大跌的三大元凶 克雷默说只要能解决一个美股的跌势就有望见底 如果解决两个甚至有机会涨回去 不过联准会他急着打通膨正准备要下谋药 同时乌二战火持续的延烧 中国也还在扩大疫情的风控措施 两者都没有停止的迹象 全球供应链也再度大乱 全球经济率退风险也在升高 这一切都让投资人有如惊弓之鸟 市场资金开始退潮 科技股这一些高风险的资产首当其冲 而在联准会的动作更明朗之前 美股不时重挫的状况恐怕会一再上演 好我们看到中国的疫情持续的蔓延 从上海现在到北京 而现在中国他也是坚持一个封城清零的政策 这让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让人担心 不但他们的内需受到冲击 物流生产大乱套 他们的出口也受到了影响 让今年准备要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脸上无光 华尔街日报就爆料 习近平他已经下达了命令 要全体的财经官员务必要确保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不可以输给美国 中国去年第四季 他的经济成长4% 输给美国的5.5% 美国总统拜登当时就说 这是美国经济成长 二十年来第一次超越中国 引起了中国的不满 华尔街日报就说 习近平他已经向财经官员表示 要确保经济稳定跟持续成长 这是相当的重要 因为这样就可以展现中国的一党制 优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受到中国封城的措施影响 华尔街银行近期纷纷下修 中国企业的获利预测 而且不排除未来还会继续的调降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对于北京当局低估封城 跟房地产管控对经济的冲击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其实非常的担心 而他企图要减轻不动产业的压力 遭到了其他官员反对 好 现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他会担心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现在包含全球的各大投资银行 他都在下修中国今年的成长展望 最悖观的就是日本的野村控股 他甚至已经砍到了百分之四以下 代表今年中国成长输给美国 这样的状况很有可能会发生 中美经济将会出现 一下以上的死亡交叉 变种病毒Omicron传染力强大 全球疫情在线高峰 不少欧美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 中国还是坚持清零 对经济造成莫大冲击 中美经济成长率将出现死亡交叉 中国去年经济成长百分之八点一 比疫情前的百分之六左右高出许多 主要反映二零二零年疫情肆虐 导致比较机器低 以及人民币升值美化了数据 放眼二零二二年 中国官方把成长目标定在百分之 五点五 但实际可能保五无望 日本野村矿股已经把成长 预测砍到百分之三点九 有可能是中国近二十年来 首次输给美国 中国为了清零祭出的防疫措施 可说是全球最激进 这种严格手段不止重创消费 工厂产能和商品运输也大受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 RNF总裁乔治爱娃表示 中国清零政策 虽然在初期获得成功 但如今风险已经大于效益 不仅影响中国自己 也拖累全球经济复苏 除了对疫情零容忍的态度 扮演中国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 持续低迷也拖累成长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大旗下 北京当局持续整顿房地产业 导致开发商流动性吃紧 无力偿还债务 先是恒大爆发危机 随后心力控股 华夏幸福 和当代置业等业者也陆续出事 中国不动产开发商 今年债务压力还是很大 第一季将有两百七十亿美元债务到期 第二季更进一步增加到三百一十亿美元 全年到期的债务总计超过一千一百亿美元 中共将在今年下半年 举行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习近平届时将打破惯例 获得第三任任期 为了在二十大前维持经济稳定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上 呼吁主要国家货币政策一致 以免外衣效应波及到中国 专家认为考量到中国经济 可能进一步放缓 加上美国联准会等主要央行 酝酿加速紧缩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可能继续宽松 上半年将带降准两码 同时不排除进一步降息 人行为了支撑经济不断宽松货币政策 去年十二月以来已经全面降准三码 一年期及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中期借贷便利 常备借贷便利 以及逆回购利率也全面调降 与其他为了压抑通宏 而紧缩货币政策的央行背道而驰 不但将造成更严重的资金外流 人民币也将面临沉重贬值压力 继新闻李文斌 王林奇报道 好 现在股市不断地跌 投资人他期待的是企业财报 可以带来利多 尤其是这个礼拜陆续公布的 重量级科技股财报 我们来看到昨天美股盘后 公布的企业财报表现 首先来看到Google母公司Alphabet 他上一季的美股成益EPS 是二十四点六美元 这样的数字是不如市场预期 让盘后的股价下跌了百分之七 微软他的EPS跟营收 都优于预期带动了股价大涨 而另外半导体大厂德宜 他的EPS成长超过两成 但是因为他本期的财测不如预期 拖累了股价重挫百分之九 好 科技股它现在成为一个杀盘重点 业者都希望赶快催生出 The next big thing来突破成为 即将要公布财报的Meta 它五月会在加州开出 第一家元宇宙的实体店 除了他要推广自家的VR头盔跟眼镜 他更期待的是这些新装置 可以取代iPhone 颠覆苹果的主宰地位 我们把时间回到2007年 当时iPhone问世之后 我们的生活进入到一个 智慧型手机主宰的时代 包含你要买东西 点餐 追剧 打游戏 任何的东西都在这个手机上面 它承载了所有的平台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 这样的手机发展 它现在好像到达一个顶点 科技大厂现在要积极投入的是 其他的智慧型穿戴装置 希望可以催生出下一个赚钱的大平台 Meta和太阳眼镜名牌雷鹏 联名打造的首款智慧眼镜 大胆进攻主流消费市场 时尚外形加上能听音乐拍照 摄影并与社群分享 二零二一年一推出 就引起热烈讨论 虽然不支援AR和VR功能 但祖克博已预告 那会是下一步 看看今年各大科技展 巴塞隆纳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以及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展场上最大亮点 绝对是智慧穿戴科技 各种AR VR体验更是人气火热 各家厂商争相跨足AR VR装置 看上的远远不止崭新的硬体市场 而是为了在智慧手机的时代 彻底成为过去之前 抢先布局下一个科技平台 抓住The Next Big Thing 现在几乎每家科技大厂 都在开发AR或VR装置 Meta除了全球卖最好的AR头盔 Oculus Quest 2还有代号Cambria 及Nazare的新产品开发计划 微软的Hallolens 2 已获众多企业客户青睐 1月还宣布要联手高通 开发AR眼镜专用晶片 Google的EE2智慧眼镜 则被誉为工业级传戴电脑 且正在打造另一款全新AR装置 苹果即将发表 首款头戴装置的传闻 野马田飞 疫情掀起数位转型巨浪 能跨越时空限制的元宇宙商机 大爆发 如果说元宇宙是下一代 网际网路 那么能融合虚实的AR VR技术 或许有望成为元宇宙的地基 变成人类日常活动的新载体 曾经熟悉的铃声与画面 如今早已被许多人遗忘 以iPhone问世为分水岭 十五年来智慧手机 全面渗透日常生活 二零二一年全球智慧手机 硬体销售超过千亿美元 App商店营收约一千三百五十亿美元 行动广告营收接近三千亿美元 掌控了手机平台的苹果和Google 毫无疑问是最大瑜伽 不过智慧手机的进化 可能已走到尽头 今日小小一只手机 功能比一九六九年 把阿波罗号送上月球的电脑 还要强大 但人类都开始展望殖民火星 自然也不再满足于 了无新意的手机 科技业寻寻觅觅觅 下一个能主宰日常生活的大平台 想复制苹果和Google的成功模式 平板电脑曾被寄予厚望 但iPad推出超过十年 依然卖不赢iPhone 颇收看好的智慧居家系统 似乎还不成气候 车用平台难以成为生活核心 伴随以后生活聚变而起飞的 AR和VR穿戴装置需求 勾勾出新平台的雏形 不过AR、VR装置目前仍属于小众利基产品 想真正普及恐怕得等上许多年 而且就像笔记型电脑 没有因智慧手机消失 未来人们也很难舍弃手机 包括AR、VR装置在内 当穿戴在身上的科技产品 越来越多 智慧手机可能将作为 各种装置的后台继续存在 静新闻刘力真、翁立奇报道 好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我们很多的娱乐、消费道工作 都转上线上来活动 它背后带动的是AR跟VR 这一类的装置需求大爆发 市场研究机构IDC统计 在2021年 全球的AR、VR 这样的一个装置 它的出货量 已经突破了1000万台 达到1120万台 这样的数字如果跟前一年比起来 它是大增超过了九成 而其中最热卖的产品 就是Meta的Oculus Quest 2 它的市占率是逼近80% 而今年这样的一个装置的出货量 预估还会继续地成长47% 也就是会突破1600万台 而且随着各家的科技大厂 积极地抢工这样的一个市场 你可以看到 从明年一直到2026年 全球的出货量 每一年都将预计成长两位数 到了2025年 预计会接近4000万台 2026年 它会进一步地超越5000万台 而这样这么大的一个 头戴式装置市场 苹果它当然也不能错过 它最快在今年底 或者明年初 就会发表它首款的 头戴式装置 而你还记得吗 当初iPhone问世之后 它带动了整个智慧手机市场起飞 分析师也预估 这个苹果的加入 会把元宇宙的题材 带上高潮 而这样的一个新装置 更有可能成为苹果 未来十年的主力产品 元宇宙一体发烧 科技大厂动作频频 苹果却不动声色 因为它在酝酿 全新秘密武器 MR混合试镜穿戴装置 准备在2022年 一举撬开元宇宙的大门 市场盛传 苹果将推出一款 支援AR和VR的MR头盔 这款头盔预计将在2022年第四季问世 拥有与Mac电脑M1处理器 类似的运算效能 而且会有自己的APP生态系 能够独立运作 不同于必须依赖iPhone的Apple Watch 等产品 而售价则可能高达三千美元 大约八万台币 据外资对供应链的调查 苹果MR头盔消息弱属时 台厂将成为大赢家 除了台积电将拿下处理器大单 组装厂鸿海 核硕 光学镜头厂大力光 玉金光 做触控面板的夜城 及PCB厂 针鼎和猩猩 都有机会分一杯羹 自从2007年iPhone问世之后 苹果靠着不断升级推陈初心 没有开发出其他杀手级产品 二麻头盔将是十多年来 最重要的新产品 虽然相关硬体技术上 脸书 Google HTC还有微软 都是前辈 三星 小米也都有VR产品 但就像智慧手机的发展一样 还是要等到苹果产品发表 来引领趋势潮流 市场才准备起飞 脸书改名为Meta 吹响了向元宇宙进攻的号角 各家公司争相开始建构 虚实交融的未来愿景 在那里想象力将是你唯一的限制 不少业者已抢先布局3D模型 数位物件 区块链游戏等等 但分析师预期 唯有当苹果也加入战局 元宇宙才有望实现 苹果摁麻头盔定价 也许高出对手好几倍 但苹果的吸粉实力无人可比 有能力带动AR VR装置真正普及 看看拨十亿人的iPhone用户基础 就知道 从四年前推出ARKit工具后 iOS已成为全球最大AR开发平台 再过一个十年 二马儿头盔可能将接替iPhone 成为苹果生态系的核心载体 近新闻刘立真 姚旭帆报导 苹果它礼拜四要公布财报 它是涵盖今年一到三月会计年度的第二季 而在iPhone 13的热销带动之下 市场已经预料了将会在创下家机 我们来看到过去几季iPhone的销售表现 其实是蛮不错的 跟上年同期比也持续地成长 尤其在今年年度第一季的营收 你可以看到它超过了700亿美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其实我们如果回到2017年到2018年 当时这个iPhone的销售 它曾经一度遇到瓶颈 当时外界就质疑这个iPhone可能要走下坡了 不过在整个新冠疫情推升 各类电子产品的需求下 它拉了iPhone的一把 这样的一个趋势 它也直接地反映在 苹果的整体营收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季苹果营收 它突破了1200亿美元 同样改写了记录 轻轻松松就超过了市场预期 而你看到这个白线的部分 其中将近六成就是来自iPhone的贡献 而到了第二季的营收跟获利 预期也会继续地成长 不过这个中国封城防疫 这样的一个状况 将会是本季营运表现的一大变数 看完次世代运算平台大战 下一段节目我们请专家来分析 元宇宙题材 它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好 元宇宙它现在成为各大科技厂 追逐的新题材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半导体产业专家 围区科技总经理吴金融 带我们深入的分析 请教总经理 现在这个元宇宙的题材 它可以为整个晶片的需求 带来多大的影响 基本上它的雏形都还没有进来 那坦白讲它也是架构在 原来科技网络的发展 那它的技术呢 当然它主要强调的是 要在深层的 然后建立一个平行的虚拟世界 这个地方对半导体是有一些注意的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的高效能应酸会这么好 因为如果真正要达到元宇宙的功能 资料中心还要强化 网通还要强化 也就是说现在的5G甚至可能要到6G 也就是说它需要更大的频宽 更快的速度 更低的延迟 这个都会推动半导体的一个需求 好 在元宇宙 如果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元宇宙 其实头戴式装置 其实现在应用很重要的一环 那这样的一个头戴式装置 它有没有可能机会成为下一个 关键赚钱的大平台 头戴式装置 现在可能做一个头盔 那个很 那将来当然是用眼镜 那么眼镜呢 您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半导体要越做越小 然后呢 功耗要越来越低 才有办法在元宾上 因为这个比较符合人体工学 那这个部分当然会对半导体的需求刺激 好 谢谢围区科技总经理吴金融的分析 休息一下 继续进展全球 是指紧追苹果的全球第二大科技公司微软 它当然也不能错过元宇宙的发展契机 而它选择从公司当年发迹的生产力产品切入 主打一个商业应用 要打造办公室的虚实整合 三十年前 微软推出Windows 引爆办公室革命 让人类的生产力大跃进 去年它推出Windows 365 强化云端办公服务订阅之后 为公司营收再创新高 现在它要准备进军元宇宙 再度颠覆办公室的世界 微软发展元宇宙的战略 采取软体和硬体双管旗下 在软体方面 微软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它庞大的企业用户数据 它旗下的LinkedIn有近八亿用户 Teams也有超过两亿人在使用 这么大规模的用户基数 是它发展自家元宇宙的人口红利 在硬体方面 微软多年来持续研发穿戴装置 像是智慧型眼镜HoloLens 已经成功应用在远居医疗等领域 而微软增长强劲的智能云端服务 更是建构元宇宙不可或缺的一环 混合时镜MR平台Mesh 是微软帝国的新领地 Mesh奠基在微软的公用云端服务平台 Azure之上 将和世序会议Teams结合 让用户可以在企业版的元宇宙里 用自己的数位化身开会 还可以在里面用Office 微软开发的元宇宙软硬体 不限于应用在自家的虚拟世界 还向外拓展 寻求联盟 微软和高通结盟 打造能在彼此元宇宙的平台上 使用的轻量化AR眼镜 微软的Teams和Meta的Workplace 也能够相容 实现跨平台流通性 纳德拉指出 虚实世界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 疫情加速了科技的发展和应用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 产生了更多的数位需求 也因此驱动微软 积极进军元宇宙 打造半公新世界 金新闻七爱 忘了请报导 节目最后带你到埃及 看看鸿海盼的度假圣地 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也请你按赞分享 持续订阅锁定静转全球 感谢收看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